蓝亭集序 王羲之 魏晋 永和九年 遂在鬼丑 牧春之初 会于快击山音之蓝亭 修戏事也 群衔碧至 少长贤吉 此地有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 又有青流鸡端 应带左右 引以为流伤取水 列作其次 虽无司主管弦之盛 亦商亦勇 亦足以畅许幽情 是日也 天朗气清 会风合唱 仰观宇宙之大 复查品类之盛 所以由牧城怀 足以集视听之余 幸可乐也 夫人之相遇 抚养一世 或取诸怀抱 物言一世之内 或应计所托 放浪行孩之外 虽去舍万书 竟造不同 当其心于所欲 暂得于己 快然自足 曾不知老之将至 及其所知记卷 情随事迁 感慨戏之矣 向之所心 抚养之间 以为沉寂 忧不能不以之心怀 况修短随话 中期于尽 古人云 此生亦大矣 岂不痛在 梅懒惜人心感之由 若何一气 未尝不临闻皆道 不能欲之于怀 故知亦死生为虚淡 其蓬伤为妄作 后知是今 亦由今知是息 悲伤 顾略蓄时人 录其所述 虽是书是意 所以心怀 其至意也 后知蓝者 亦将有感于斯文 永和九年 实在鬼丑之年 三月上旬 我们会集在快鸡郡山 阴城的蓝亭 为了做戏礼这件事 诸多贤士能人 都汇聚到这里 年长 年少者都聚集在这里 蓝亭这个地方 有高峻的山峰 茂盛高密的树林和竹丛 又有清澈激激荡的水流 在亭子的左右灰映环绕 我们把水引来作为飘转酒杯的环形取水 排列坐在取水旁边 虽然没有管弦其奏的盛况 但喝着酒 做着诗 也足够来畅快表达 幽深内藏的感情了 这一天 天气晴朗 和风袭袭 抬头纵观广阔的天空 俯瞰观察大地上繁多的万物 用来舒展眼力 开阔胸怀 足够来极尽是听的欢愉 实在很快乐 人与人相互交往 很快便度过一生 有的人在室内畅谈自己的胸怀抱负 有的人就着自己所爱好的事物 寄托自己的情怀 不受约束 放纵无稽的生活 虽然各有各的爱好 安静与躁动各不相同 但当他们对所接触的事物 感到高兴时 一时感到自得 感到高兴和满足 竟然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 等到对于自己所喜爱的事物 感到厌倦 心情随着当前的静况而变化 感慨随之产生了 过去所喜欢的东西 转瞬间 已经成为救济 尚且不能不因为它引发心中的感触 既且受命长短 听凭造化 最后归结于消灭 古人说 死生毕竟是件大事啊 怎么能不让人悲痛呢 每当我看到前人心怀感慨的原因 与我所感叹的好像福气一样相合 没有不面对着他们的文章 而揭探感伤的 在心里又不能清楚的说明 本来知道把生死等同的说法 是不真实的 把长寿和短命等同起来的说法 是妄造的 后人看待金人 也就像金人看待前人 可悲啊 所以一个一个记下 当时遇会的人 录下他们所作的诗篇 纵使时代变了 事情不同了 但触发人们情怀的原因 他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 后世的读者 也将对这次集会的诗文 有所感慨 吓唐 官启利